近日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改委、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七部门 发文要求各地有序恢复以暂停运营的交通运输服务 2月4号 重庆市道路运输事务中心发布通告 恢复网络预约出租车运营 究竟网约车乘坐安不安全 如何正确乘坐网约车成为市民所关心的问题 2月5号 记者在重庆一网约车防疫服务站看到 消毒人员正在被网约车辆进行消毒 并为司机测量体温 发放口罩 消毒液等防疫物资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他们将对乘客容易触摸的地方进行重点消毒 同时 工作人员还演示了乘客乘坐网约车等安全知识 第一是我们先看一下师傅有没有戴口罩 如果师傅没有戴口罩的话 那就不要坐 师傅戴了口罩之后呢 我们如果是一个人的话呢 尽量就坐后排 同时让师傅把车窗摇下来保持通风 如果是两个人的话呢 那就是前后排交叉坐 这样保持距离 来 师傅把那个车窗打开一下 来 我们把窗戴好来保持通风 据了解 目前该平台已在包括北京 杭州 重庆在内的全国106个城市 设置了司机防疫服务站 并在武汉 上海 北京等地成立医护保证车队 服务一线衣物工作者 所有费用均由平台承担 平台要求所有司机出车接单时必须佩戴口罩 未遵循将被暂停运营 同时禁止任何形式的私下加价和溢价 如果司机额外收取消毒费等 将会被严肃处理 这两个免费的防疫点是给师傅发放一些口罩和一些免费的消毒的工作 那截止到今天呢 我们大概已经发了接近一万只口罩了 然后大概也给这个近两千辆车消毒 这个工作已经一直在持续的进行 那我们现在在全国106个城市呢 都有这种免费的这种防疫的消毒点 为我们平台的师傅进行免费的这个消毒工作 保证我们司机和乘客的双方的安全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